Hello 大家好 在上次等于我分享我的用车经验的video之后 有几个网友问我就是这个 Michelin PS3 好不好用 而这一个轮胎是我去年大概是3月4月的时候换的 刚好差不多一年 所以今天的影片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Michelin PS3我用了一年之后的感受 我的车买来的时候它给的是一个14寸的轮圈 配来的轮胎是一个经济胎 以省油为主 所以它的那个排水啊抓地力是比较普通的 那一个原厂来的轮胎我用了差不多是接近4年我才换 这段时间里面我也是有去做survey我要换什么轮胎 可是看来看去都找不到我可以换的轮胎因为14寸的轮圈选择比较少 其实之后也有了我的朋友啊也好我在上网看了一些建议的 我有考虑过两个胎就是Michelin的SM2还有那个continental的CC6 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两个胎都有14寸 至于是什么原因会让我会想去换这个轮胎呢讲真的 一般上如果是没有下雨的话啦 这个轮胎的抓地力其实已经你感觉到其实不是太好了但是之前 为了这一个 油耗啊还有一些其实我车也不常用 所以我就没有想去换啊 一直到有一天一个下雨天我就开我的车出去 我就feel到了我的车 有点大滑的情况然后我的那个ESC的灯就亮了 这一次虽然讲我的车没有不忘 可是我就感觉到这个轮胎真的好像不行 我survey了过后其实这个XM2还有PS3的那个 价钱都差不多所以我就果断选了PS3 我选的规格是185 55 R15 185 55 R15 价钱在那个时候大概是230块一条 所以我换了4个轮胎加上我的轮圈大概是1000多块啦 在我的初步使用的感想 其实我当天一上车我就发现一件事情了 这个Michelin PS3 虽然说是这个比较performance的打压 但是它竟然安静过我原本的原厂轮胎 原本我用我的 原装的轮胎下雨天我最多是开个40 60 现在我换了PS3过后因为安全起见我还是开60左右 但是 我最起码我可以觉得到是安心的尤其是你在过那种水坑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其实这个车辆就是 那种飘的感觉其实是很少的 如果是Ganti的话 这个PS3加Iris其实就是一个很profit的搭配 它可以完全发挥这个Iris的handling出来 所以我很喜欢开我的车就是有时候会去 云顶小走一下啦 也没有到跑啦 因为车开不快大概就是 60到70左右 用这种速度去走云顶其实是蛮enjoy的 在之前我也是用过这个原厂胎去上云顶 可是你可以明显感觉到你在转弯的时候那个轮胎有点hold不住 它的抓地力真的是你可以感觉到一个明显的提升 跑长途的时候啦我也觉得更安全一点 这个轮胎给我最大的感觉其实就是 我在 高速公路行驶尤其是下雨的时候 我的行车会更安全这个是我觉得我最主要拿到的东西 我反而觉得这个handling是附属品 其实很多人讲就是这个PS3 不耐磨 可能你换一般的那种 熟试台它可以到6万或者8万然后PS3大概是 4万到6万 就没有花了 这个也是我一开始不打算换PS3的原因 可是后来我算一下我的车 今年是第5年8月就满第5年 我的理数现在大概是42924 还不到5万 我车一年就是开一个1万左右 就算它真的是4万没有花 我也可以开一个4年 之前我就讲了我换了PS3过后的油点啦 现在我就讲一讲这个换了PS3过后的缺点 第一点就是这个油好 因为我的车在我换轮台之前 我每一缸油最少都有400km以上 不是只是highway而已然后就是有些时候是 市区啊然后highway混合 我的都可以 驾到400km以上然后我每一次打油大概是33L到34L左右 在我换了PS3 之后 你可以看你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那个油耗是 下跌的 比方我换轮台之前我的油耗最美我做过458km 然后我换了PS3之后我的油耗最美是420km 大多数的情况下就是380km、390km、390km 你要 享受更好的handling 这个油耗的牺牲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第2个缺点就是我变得很烂跑 我脚很烂 一直想去踩这辆车 因为有时候你在一些弯道的时候你就觉得 这辆车的handling变好了 所以你 没有办法控制你自己的 你没有办法控制你就一直很想去踩 但是在这边还是建议大家开车还是小心为上啦 也因为这个我的脚区 越来越重的关系所以我这个油耗也越来越差 最近最差的记录是350km 这个油耗的牺牲对我来讲还是值得的啦 因为我拿到了一个更好的handling 更好的安全性 尤其是在下雨前驾车的时候 我会更安心所以我觉得 其实一点油耗OK的 OK 以上就是我对这个 PS3 轮胎一年的用后感 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好用的轮胎 要跟我们分享吗 你也可以在这个影片的下方留言和我们分享 你现在用的轮胎你喜不喜欢你的轮胎 然后你的轮胎右缺点是什么 我们都会跟你一起交流 请大家永远的留言 OK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全部内容 喜欢这次的影片记得帮我们按赞 然后订阅我们的频道分享我们的影片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